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溯源的是什么呢 近年来桂林米粉店可以说是风离全国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 你看现在我手边就是有一碗桂林米粉 大家看我们平常吃的桂林米粉就是用它来做的 你看 哇 好长的一根 这碗就是一根 而且你看我发现它非常的有弹性 怎么甩都甩不断 它真的弹性非常十足 我就奇了怪了 你想米粉是大米做成的食物呢 它怎么会有这么筋道呢 按理说大米制品天生并没有那么有韧性 那桂林米粉筋道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桂林米粉这道桂北特色小吃 竟然横扫了大江南北 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少不了几家桂林米粉店 有人痴迷于它的一碗卤汤 有人喜欢它的丰富配料 但是那爽滑筋道的粉条是桂林米粉好吃的根本 而大米一般并不具备筋道的特点 我们用一碗大米粉 试图用擀面条的办法将它制作成为粉条状 我发现这个大米 目前的这个米粉是完全不筋道的 你看它一拉就断了 把它搓成条 你看一搓断了 完全没韧性 而我从网上买到的桂林米粉了 你看特别的筋道 它像皮筋一样 是有弹性的 同样的原材料 到底是什么 让米粉的质地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桂林米粉筋道的秘密 到底藏在哪里呢 是不是在里面加了什么特殊配料呢 根据米粉包装袋上的地址 我们从北京出发 一路向南 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泉州县溯园 桂林米粉的起源竟然跟一位历史人物有关 米粉凭啥必须在上桌二十分钟内吃完 桂林米粉看泉州 泉州是桂林米粉的主要产地 这里的人们每一个早晨都是一碗米粉唤醒的 每天早晨都吃这个吗 是啊 跟面就不一样 跟结婚也不一样 我看你都出汗了 这个又拿味 在泉州街头 当地人会特别自豪地说起桂林米粉的故事 它的诞生竟然跟一位历史人物有关 到底是谁呢 这个是秦始王 当年他们在桂林这边修了个邻居 那么当时北方来的士兵生活不习惯 吃大米都不习惯 那个厨师就想了个办法 就把大米加工成粉 现在的桂林米粉的来历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在当地人的指点下 我们来到一家米粉店 这里卖的据说是当地米粉中 最具特色的一种 名叫出炸米粉 出炸米粉跟普通米粉有何不同呢 据说这家米粉店 每天早上都会排起长队 你们每天都来吃米粉吗 经常来的 经常来的 喜欢吃他们家的米粉 大爷 你也是经常来这家米粉店吃米粉是吗 他们家的米粉吃了三代 吃了三代人 终于等到了传说中的出炸米粉 这个米粉比一般的桂林米粉要细 浓汤 红油 看上去非常有食欲 就在我们准备品尝时 突然却来了一个电话 喂 你好 终于可以吃米粉了 面对期待已久的出炸米粉 我们却发现不对劲 米粉吃到嘴里居然全无筋道质感 而且米粉用筷子一挑就断 你好 这个米粉不对劲吧 它都碎了 你这个是应该没有及时吃吧 一定要在20分钟之内吃 不然会就像这样一节一节的 这个说法可新鲜了 米粉还得在规定时间内吃完 难怪我们看到当地人一个个都是趁热 大口猛吃 吃好有筋道 但我吃就有筋道 你吃就筋道是吧 爽不爽 爽 真好吃 我们全都这个是特长来 可是这种米粉为啥必须在20分钟之内吃完呢 那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经常叫米粉的外卖呀 我有时候半个小时才收到啊 那米粉也是很筋道的 也不会断呀 不不不 那个跟我们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是钢米粉 我们这是现炸米粉 来过来我带你去我们后厨去看一下 不一样 出炸米粉到底有何不同呢 吴娟说秘密藏在后厨中 这个米粉是现炸的是吧 对没错 我们现炸的米粉就不能放是吧 对它不能放很久 不像钢米粉 吴娟的公公彭文亮 是当地有名的米粉制作高手 他家的这个米粉店经营了四代人 根据祖上传承下来的记忆 他严格遵守着传统出炸米粉的一朝一世 现在的鸡蛋啊 过去的时候都是用去磨的 但是供应还是没有变的 这样现炸现卖的米粉 跟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桂林米粉店吃到的 有什么不同呢 吴娟端来一碗刚刚煮好的米粉 这个米粉又鲜又筋道 它的口感好像比我平时真的 桂林米粉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是不是有点脆 对对对就这个口感 现炸米粉趁热吃 口感的确比普通干米粉更加脆爽 但是二十分钟后它就容易碎 而干米粉无论放多久依然筋道脆爽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米粉它是没有加过任何东西 而干米粉它里面是更加了一些东西 所以它的干米粉是更有筋道的 原来外地消费者吃的桂林米粉 基本是晾干在泡发的干米粉 制作工艺跟现炸米粉有很大区别 据吴娟说干米粉里面是加了东西的 所以更筋道更耐放 加的到底是什么呢 安全吗 干米粉能有多筋道吗 我听说那干米粉一把可以掉 能掉起一个大活人呢 一把米粉真的能掉起一个大活人吗 一进黑屋子米粉为何就变筋道 我们平时在桂林米粉店里吃的米粉 里面到底加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到泉州一家米粉加工厂溯源 在负责人汪丽的带领下 我们经过换装消毒进入了成品车间 这是咱们的成品车间是吗 对 成品车间 让你一打粉看一下 行 能不能把你掉起来 好 加工厂里边看到的米粉 跟我们在米粉店看到的米粉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摸上去的话就有点硬 有点那个塑料管的感觉 我拿下来一根试一试 你看 它跟皮筋一样 看到没有 非常有弹性 那我真的能在米粉上掉起来吗 我现在有点紧张 咱们这个米粉真的能把 能把一个人掉起来吗 你试一试 你试 你就试一试 我试一下 你试一试 我的体重有120斤 没事 你试一试 来这边 来这边 这边倒补好了 我现在试一下 它能不能把我掉起来 好 准备好了 我还是有点害怕 我不会摔对吧 没有问题 我试了 一 二 三 太厉害了 这个 它就是不断 掉了十几秒钟 然后这个米粉是纹丝未动的 它的韧性我真的是服了 我们曾经做过 米粉擀面的试验 发现它是毫无韧性的 一拉就断 凭啥现在居然坚韧地 能够掉起一个大活人呢 难道真的是加了什么东西吗 这样的米粉吃起来安全吗 米粉不就是大米做的吗 它为什么能这么有韧性 这么劲道呢 这个呢 就在我们的加工工艺里面了 一会儿我就带你去找秘密 汪大姐告诉我们 从一把大米变成一碗 筋道的米粉 过程非常复杂 其中要两次添加辅料 正是这两次重要的添加过程 让米粉实现了筋道 到底会添加什么呢 你看我们工艺上面就有四层 奥妙就在这四层里面 我们看到 大米经过泡发 墨浆 瀑布般的白浆 流入了一个大罐子里 不停地搅动 汪丽告诉我们 当它进入加工设备的第二层时 就要启动事关米粉 筋不筋道的一个重要环节 到底是什么呢 一将成功到这里留下来 然后我们在下一个环节 我们就加东西了 这第一次添加 到底加的是什么呢 它是纯天然食品 还是化学添加剂呢 为啥加了它 米粉就会筋道呢 我们就加这个粉末 这个关键性的东西 它就要起到了 这个米粉的硬性弹性 这粉末到底是什么呢 捏上去滑滑的 非常细腻 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 化学添加物吗 加这个有讲究吗 有讲究 这个标准就是不能超过30% 汪丽说这种粉末加少了 米粉不筋道 加多了 米粉就会很硬不好吃 它到底是什么呢 加的是什么 你看一下 就加的是这个 食用玉米淀粉 就是这个 起到了一个粘稠 起到了一个劲道 爽滑的一个作用 加的居然是普通的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 真的能让米粉 发生神奇的变化吗 我们现场验证了一下 结果却出人意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加了玉米淀粉之后 米粉虽然成型了 但是很容易拉断 这跟能吊起一个 大活人的米粉 韧度相差太远了 现在是没有弹性的 所以说还有一个 至关重要的环节 这时我们发现 从生产线上取下来的米粉 都会被推进旁边的 一间屋子里 难道这里面 藏着让米粉筋到的 至关重要的环节吗 我们跟随工人 进入这个屋子 却意外地发现 里面黑乎乎的 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生产米粉最关键的 一个环节了 打个电筒给你看一下 因为有特殊的环境 米粉在这里面藏着呢 我们发现 米粉都放在 一个个隔断的小屋子里 万力告诉我们 里面藏着米粉筋到的 终极秘密 每一个隔断间装满米粉之后 他们就会在隔断间里 加入一种特殊物质 经过这个环节之后 一拉就断的米粉 马上变得无比坚韧筋道 能够吊起一个大活人 在这里 米粉中到底要加什么呢 它安全吗 对此妈妈 你今天的分数是多少啊 25多 你加气要加多少小时啊 多久啊 2个小时 好 马上去加气吧 好 马上加气 随着一声令下 黑屋子里 立即弥漫出一股神秘的白雾 什么气体 能让一拉就断的米粉 变得坚韧到 能够吊起一个大活人呢 这气体里面 还有什么特殊成分吗 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特别很觉得 这里边温度有多少度 这个温度可能有50度 米粉经过加气环节 在初步烘干 就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 也就是能够吊起一个大活人的筋道米粉 这个加气居然这么神奇 能让一拉就断的米粉脱胎换骨 它到底是什么气呢 加的是蒸汽 水蒸汽是吗 对 加的是水蒸汽 其实我们的米粉是什么都不加 就是大米 水 玉米 淀粉 真的是成分如此简单的水蒸汽吗 加了它将米粉进行老化之后 米粉就奇迹般地变得坚韧了吗 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 主要是淀粉的分子结构有了变化 老化车间的水汽 加热使淀粉重结晶 形成了特定的凝胶结构 所以米粉就有了弹性 不容易断 有了筋道的特点 我们重新实验了一车 刚刚经过老化烘干的米粉 果然 筋道道能够吊起一个大活人 这一层好穷啊 一层也将近有四百斤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一百二层 我们一天的量大量有七十的 将近有一百五六四万人 来吃我们的米粉 我觉得我也拿去好了 王力告诉我们 老化环节直接关系到米粉的品质 他专门带着我们来到厨房 将老化前后的米粉 分别煮熟 对比其中的变化 咱们这个米粉现在已经煮了 煮了五分钟 这个你看它都不会有分拙的 不会有分拙的 对 很筋道 看着就很筋道 老化过的米粉 煮起来汤色清澈 米粉不断 而且有弹性 这是咱们没有经过老化的 这个没有经过老化的 你看这个汤现在 已经完全发生变化了 对 你看像米汤水 你看像米汤水 就完全不清澈了 这个米粉上面都已经起毛了 你看这个米粉 这个米粉断了 加起来就断掉了 没有那么长 是 汪丽他们生产的干米粉 进入市场之后 经过泡发 软化 可煮可炒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米粉 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有净道的米粉 它不光是我们的生产工艺 最最关键的 还是我们的原材料 大米 我们是选择了一款 最适合我们做米粉的大米 一样的大米适合做米粉 那你待会就去我们的 种植基地 找他 邦里说 好米粉源自好米 可是网上有人却说 千万不要吃米粉 因为品质差的米 甚至是陈米 才会拿来做米粉 到底真相如何呢 怎样的大米 才能成就一碗 筋到脆弹的米粉 稻田里跳动的秘密 如何保障大米品质 泉州县位于桂林市东北部 是全国一百个 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之一 素有桂北粮仓之称 这里地处 岭南亚浙代季风气候区 肥沃的土壤 纯净的灌溉水源 为稻谷生长 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们找到了泉州县一家 水稻种植基地进行调查 我们来到种植基地时 基地负责人陈欣 正在带着工作人员 抢收稻谷 是赶收到最后一批水稻 今年的最后一批水稻 对 咱们这个水稻是做米粉用的吗 有的是做米粉的 还有是做我们香米的 经过四个小时的抢收 今天的收割计划终于顺利完成 陈欣这才腾出空来 为我们展示他家的米粉原料米 我们是中国好凉油示范基地 我们家这个稻米 做出来的米粉 爽滑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呀 我们有我们的秘密 有秘密是吗 对 藏在哪里 就在田里 陈欣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 他们基地有五千多亩 生产的米粉原料米很优质 并且要带我们去稻田里 寻找一个秘密 我们的秘密就在这水里 在这水里边 对 这水里边有什么秘密 什么都没有 割完了稻子都 你让人看看 看到 哪里 那边那边 我看到了 那中间好像有东西在冻是吗 对 这个就是我们稻田 少用化毁 少用农药的一个秘密 这什么能让咱们的水稻 少用农药 少用化肥了 那我们要不要下去看看 在哪里 在这种草下面 看见 看见 看看 那里 那里 我们一起下到稻田里 可是稻田里跳动的小东西 似乎近在眼前 又很难抓住 这在跳 这在跳 有东西在撞你的脚吗 有 我感觉到滑溜溜的 对 好像有东西在撞我的脚 好像 在撞我的脚 我感觉到它拨不到 那边那边 再动 你看 慢慢过去 慢慢过去 对 这 没有 水里跳动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它怎么会跟稻谷的品质 有关系呢 抓到了 抓到了 原来是鱼 你看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荷花鱼 它叫荷花鱼 对 这个鱼在我们那个 荷苗生长的过程中 就一直在了 为什么有了这个鱼 咱们水稻的品质 就会好一些了 有鱼在的时候 就是我们种植的时候 这个农药这块 是很多 是不能下地的 就是少用农药 对 很多农药就不能用了 你用了农药 它又活不了了 对 怎么少用肥料呢 这个鱼 它会鱼的粪便 就在这个水里面 它就自然形成一个肥 天然肥 对 鱼稻共生的种植模式 大大提升了稻谷的品质 而这种在稻田里 自然生长的荷花鱼 味道十分鲜美 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 农民们有了荷花鱼 跟水稻两项收入 一亩能收三千多元 种植效益也非常可观 我们把刚刚收获的 新米和荷花鱼 在田梗上 做成了一顿 别具特色的丰收大餐 放三个 这边藏来那边和 三个好比吞江水 放好了 现在米饭煮好了 这个香气铺皮 我们这个米你看 现在是煮熟了以后 是颗粒分明 尝一下 太香了 这还没入口了 对 这个香味 放到鼻子 闻一下这种香味 你有没有感觉到 那个满嘴的那种香味 好吃好吃 对 然后一嚼一碗以后 那种甘甜 马上就能很感觉 所以我今天讲 我们的米 清甜可口 在种植基地的溯源体验 让我们见识了 泉州大米的美味优质 可是我们也了解到 并不是所有的大米 都适合做米粉 那么网上说品质差的米 适合做米粉 是真的吗 在陈欣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当地 最大的大米加工厂 继续寻找答案 据说泉州大米 有40多个品种 到底哪些适合做米粉呢 你看我们这个米 像是主州的 富西四宝 像这一种是汉河米 就是不要水种的 在汉地里面种的 对 像这个米呢 是早稻米 我们专门做粉的 做粉的也有 专门的几种的米 是的 管道我们也是做粉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 泉州大米有40多个品种 其中有几种 是米粉专用米 为啥有的大米品种 适合做米粉 有的就不适合呢 我们了解到 这跟大米的一个 重要成分有关系 倒进去 你点这个分析 结束了 你看 它这个 这个直练淀粉 干净是20.31 基本上它这个 就可以做米粉 原来直练淀粉含量 在20%以上的 才适合做米粉 吃起来更筋道 而这种淀粉含量 高的大米 做米饭则会口感偏硬 不好吃 因此才会由品质 不好的大米 做米粉的传演 这个不对的 因为我们做米粉 它基本上选择 是优质达到 不是品质不好 是品种不同 从北京到泉州 形成1900多公里 我们全面了解了 一碗米粉的前世金生 当地以生态种植 促进优良优产 不断提升的工艺水平 实现优良优佳 以消费升级 促进优良优消 各个环节的 共同努力 成就了消费者 餐桌上的 一碗美味米粉 广西泉州 具有发展粮食生产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近年来 在中国好粮油计划的 推动下 他们以桂林泥粉 生产为抓手 推动延伸粮食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 打造供应链 发展全产业链 一体化经营 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素颜看产定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